嗨 大家好 我是曼妮 最近合作社架上已经有来自嘉宜外海 外散顶周养殖的冷藏牡蛎直送 它很新鲜 那要怎么做呢 很多种方式 那我们南门站啊 国民好媳妇茵茵有为大家上一道油炸牡蛎 非常好吃 那我应该叫什么呢 国民好阿姨吗 我为大家带来的是另一道 用煎的方式 这边看到我倒盐水 我会将牡蛎稍微浸泡一下盐水 这等于是有一个清洗的作用 然后要轻柔一点 不要太用力 就稍微弄一下 然后我会把它放在纸巾上面 稍微让它吸干水分 我们的牡蛎很肥美 然后这一季啊 那这一起因为水比较少 太阳比较大比较热 所以我们的牡蛎就没有像以往那么大颗 就大大小小都有啊 然后记得像我这样在按压水分吸水分的时候 其实都要很轻哦 轻柔一点 这个是明骨粉 我非常喜欢用明骨粉 强烈推荐大家都要有一包明骨粉 你要炸东西当果粉 你就用明骨粉来做就好了 因为明骨粉的吸油率很低 可以降低约60%到70%左右 操作牡蛎 你要记得你的动作就是要轻柔 然后稍微蘸一蘸 然后我稍微放在一边 然后我起油锅 我没有倒很多油 就大概一些些这样用煎的方式 也是很轻柔的放下去 不要用丢的哦 大概像我这样煎 大概一分钟我就翻面了 然后比如说像我用这种锅子在煎啊 如果你翻的时候翻不动 你就不要硬翻 因为表示它那一面还没有恰 所以它没有办法跟锅子是分离的 所以还翻不过来 所以就不要硬翻 所以这样煎啊 我觉得很香耶 这个牡蛎的味道非常的香 然后我会 现在有当季的绿芦笋 所以我就把绿芦笋切一切 然后倒下去一起炒 我还蛮常会一个锅子里面 下两道食材 对 因为这样也可以节能 然后你又不用再洗一个锅子 这边再带大家看一下芦笋的处理方式 比较老的部分啊 我会稍微用削皮刀把它削一削 你要用刀子去把它切掉 其实也都可以 就看你可以接受的程度 很简单哦 然后我下面铺的这一个是羽衣甘染 完全都是我们现在合作社架上有的蔬菜 然后这个柑橘啊 它是桶干 就是我前一阵子囤的 你看牡蛎然后盐水清洗裹上明骨粉 然后再搭配我们当季的绿芦笋 当你喜欢的蔬菜就可以了 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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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